赵瑞斯解锁时尚新成就 甜品大军直呼老婆又爱又甜 今天 阳光正好 微风不燥 仿佛连天气都在为赵瑞斯的时尚新成就喝彩 没错 咱们的可人儿赵瑞斯 正式解锁了他的首本五道女堪封面 而且还是在他的生日月 这简直就是双喜临门 喜上加喜吗 想象一下 赵瑞斯站在镜头前 那自信的笑容 仿佛在说 看 我不仅仅是你们的甜巨女王 我也是时尚界的宠儿 这五道女堪 就像是时尚圈的朱木朗玛峰 是每个明星都梦寐以求的高地 她不仅代表着时尚界的最高认可 更是品牌合作 资源升级的敲门砖 赵瑞斯能够登上这样的封面 无疑是她时尚之一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网友们纷纷表示 老婆这是要上天啊 时尚资源拿到手软 更有网友调侃 以后的改口叫时尚路了 草根密袭 赵瑞斯的星光之路 提到赵瑞斯 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她那张 填到心里的笑容和一步步让人上头的网剧 但你知道吗 这位25岁的姑娘 可是实把实的草根出身 没有显赫的家世 没有强大的背景 她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一步步在娱乐圈站穩了脚跟 从最初的配角到如今的女主角 从网剧小透明到时尚杂志分练人物 赵瑞斯的每一步都走得那么坚定而扎实 网友们对赵瑞斯的逆袭之路也是津津乐道 有人翻出了她早期的照片和视频 感叹 看看这变化 简直是励志大片啊 还有人调侃说 赵瑞斯 你是不是偷偷开了卦 当然 更多的是鼓励和支持的声音 赵瑞斯 你值得所有的美好 甜品初恋中心 时尚圈的甜蜜风暴 说到赵瑞斯的粉丝 那可是一群既可爱又热情的小甜品 他们不仅忠惧忠的紧 连偶像的时尚动态也是了如指掌 这次赵瑞斯解锁五道女刊的消息一出 小甜品们立刻沸腾了 他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的喜悦之情 有的还制作了精美的海报和应援视频 一时间 赵瑞斯的名字和五道女刊的分面 几乎霸占了各大平台的热搜榜 网友们也被这股甜蜜风暴感染了 有人留言说 赵瑞斯的粉丝真是太友爱了 这样的中心氛围真好 还有人开玩笑说 看来我也要加入甜品大军了 毕竟谁能拒绝一个又甜又有实力的偶像呢 时尚与演技并重 赵瑞斯的未来无限可能 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上 赵瑞斯能够脱颖而出 靠的不仅仅是颜值和运气 他有着扎实的演技功底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 无论是古装剧中的温暖女子还是现代剧中的独立女性 她都能演绎的入目三分 而这次解锁五道女刊分面更是证明了她在时尚领域的潜力和价值 对于赵瑞斯的未来 网友们也是充满了期待 有人预测说 赵瑞斯接下来肯定会接到更多的大制作和高端代言 还有人表示 希望她能继续保持初心 用作品说话 当然 也有一些网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时尚资源固然重要 但演员还是要靠作品说话 争议性总结 赵瑞斯的新光与时尚之路 你怎么看 赵瑞斯的时尚新成就 无疑为她的职业生涯增添了能莫重彩的一笔 但随之而来的争议也让人不禁思考 在娱乐圈这个民意场中 时尚资源和演技实力哪个更重要 是应该终求更多的曝光和认可 还是坚守初心 生根作品 对于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答案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不能否认赵瑞斯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 只要有梦想 有坚持 有努力 草根也能理系成新光意义的时尚女王 那么 对于赵瑞斯的新光与时尚之路 你又有什么看法呢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 让我们一起讨论这个充满争议 但又充满魅力的话题吧 02.赵瑞斯粉色挂薄纱裙 水蜜桃般的满分魅力 赵瑞斯穿粉色挂薄纱裙 色彩粉嫩如熟透水蜜桃 轻盈通透材质如鲜嫩果肉 搭配精致妆容 展现甜美清新魅力 宛如鲜嫩欲滴水蜜桃 招药由作者通过智能技术生成 赵瑞斯身着的粉色挂薄纱裙 色彩粉嫩如熟透的水蜜桃 恰到好处地为它营造出一种甜美与清新交织的独特氛围 这种粉色并非寻常的印粉 而是那种带着些许萌萌和融合的色调 就像水蜜桃表皮那层细腻的绒毛 给人一种若有若无的萌萌美 纱裙的材质轻盈通透 仿佛是水蜜桃鲜嫩多汁的果肉 每一次它的转身和移步 都仿佛能让人感受到那果水润与灵顿 全身的剪裁和设计也功不可没 卦博的款式不仅展现了它优雅的颈部线条 更像是水蜜桃梗的巧妙延伸 为整体造型增添了一份俏皮与灵顿 裙摆的长度刚好 走起蜜来如温风拂过水面 放起层层连衣 恰似水蜜桃在温风中轻轻摇曳的姿态 再看它的妆融合配饰 精致的粉色三红和淡雅的唇彩 与纱裙的粉色相互呼应 如同水蜜桃成熟时那自然而迷人的色泽 在这样的精心搭配下 赵乐斯宛如一颗鲜嫩欲滴 甜美清新的满分水蜜桃 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 去感受它所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